誒!誒!車好喔! 地上都東西捏 真的捏 車好啦!有人報警嗎? 有人有關係嗎? 看起來像是致狀的捏 喔!意思意思 沒問題喔!我看到那個駕駛座還有開門 誒!又來!又來!又來! 喔喔喔喔喔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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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あれ?欸欸欸!!!欸欸欸欸欸 我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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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采 nickname identified my partner 驚喜 Traducing the movie 感到我 geworden 標準開 停 聲波角,快點聲波角買來 金爸爸,手寬打開來0秒開機台 Ultra-Z3,地標最強的Dual Lens 風氣方向盤,唯一有溫度的改裝品 難得看到高雄天氣不好 今天帶你來南部看牙齒 到南部農家牙齒 是這樣知道嗎? 對對 對對 你不要覺得我開玩笑,我真的帶你去診所 你不知道對不對 到底要幹嘛,我還不知道 我跟你講,我們每一次出發都有驚喜 而且是對我來說也是一個驚喜 人家聽起來就是我沒收破的車了對不對 好不好,我們就去帶觀眾朋友去看一下驚喜 沒騙我勒,真的是牙醫 牙醫? 我也在跟我講小話 看到沒有那個什麼? 該不會是門口這台嗎? 看到不然勒,要不然對面這台喔 整棟的勒 而且我跟你講,重點來了 到豐田牙醫 賣豐田 剛好而已,來交車嘛 這裡豐田牙醫就是也有在賣新車 好不好,走走走走 我們的院長來了 嗨,各位小師哥 嗨,你好你好你好 學會長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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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會長小師哥操作 雙唇語 那個唇跟我一樣 新車啦 我們要先來參觀一下車子 你要幫我們做簡單的介紹對不對 對 太好了 好不好 因為我也不會 我只想問一個問題 你要問什麼 我們開得到台北吧 開得到啦 600打折也還有400 這邊到那邊300多而已 你不要等一下我們回去沒到去充電 被打臉我跟你講 哇這個當初怎麼訂了又不要了 因為其實有訂了Model X 想說這個本來是想說過渡期要用 我想說小師哥其實有考慮想要買這一台 有啊我有訂啊 我就主動聯絡小師哥這樣子 你看 你看好嗎 300台怎樣啦 很缺你 在這裡有一台 來了 好來來來交給你 還是我們直接發動起來 好怎麼發 踩煞車 然後按這個Power鍵 Power鍵我按 對 好然後它發動的話這邊會亮一個綠色Ready 喔排檔很特別啊 對它是旋鈕式的 往下壓 要往下壓喔 對然後轉 往左 對 往下壓不是直接轉的 它這個保護裝置跟那個Focus不一樣 Focus在這裡可以轉 我如果要低的話 我就是往下壓右轉 還往下壓它又跳回來 P就像這顆 它是那個腳鯊是電動的腳鯊 對電子腳鯊 欸我剛剛看它P檔它自己鎖起來了嘛 對它是智慧型的 然後它中間這個按壓 按壓鈴 它有無線充電盤 它這個做網上透明的 你看得出來嗎 那好像蓋車越高的 那個布荔有嗎 這個MQ外側看 有一個朦朧眉的那種感覺 Viu7 對 它就是360度環境的系統 欸現在340喔 因為這行車會比較不準啊 你等一下開它才會再增加 蛤為什麼 夠啦夠啦 我想說是600啊 結果現在顯示340耶 緊張嗎 我緊張嗎 不會啦 然後我來長按看一下後車廂 後面安全嗎 我要按喔 對 好 耶 這是充電的充電嗎 對 這是鋁充的 這個有腳踢嗎 沒有 有 要這樣 正中間 對 然後它就自己關一下 就踢一下往後退就可以了 啊充電就是這個嘛 對 然後兩個孔 這個可以去特斯拉充嗎 不行 要買轉接頭啦 因為他們的規格不一樣 喔 我以為是會被開槍 哈哈哈哈 我阿嬤會生兒子 我也在趕時間 我阿嬤到底要生啊 哈哈哈哈 我那時候講說我看了影片跟圖片 覺得最奇怪的就是 欸其實我後來我訂黑的 我就是希望看起來不要 不要那麼圖 不要擦那麼多 阿不過我現在現場看到這個藍色啊 就是色差也沒有很跳 然後再第二個我阿Q一下 他們APP裡面這一台藍色的啊 看起來像紫色的 還是我手機螢幕有問題 還是你眼睛有問題 我就知道這是藍色的啊 我眼睛有問題 我會把那個看成紫色嗎 同一個東西耶 真的啦他的那個手機APP偏紫 然後我現在開 他的阿呆吐槽我 來你來看 來來你來去 這紫色 哈哈 生懶啊 生懶啊 雖然你是壓抑 麥芙不知道好不好 應該也是不錯 你看他在射水什麼 就是 我就是這樣紫色 對不對 有沒有一比起來就知道了吧 我麥芙還很好耶 我都看油氣了 你跟麥芙你 這裡創得不輸 我已經視力退化 我們來看一下他前面的 這個不叫引擎式 馬達式 而且你看他很特別喔 他這邊 水箱架後面架還做了一個 我說他很怕這個撞到的 對啊他這裡有一隻啊 原本原廠 我們以前那些車的水箱架 他也有啊 對不對 裡面又做一隻啊 他真的很怕 撞到的啊 我跟你講現在大家 這麼怕這個電動車好像很熱門 有沒有 有沒有 真的都沒有人考慮到 這輛車真的撞到 沒量的要修理 啊我想說多少就多少呢 啊我們一般的 汽油車種到外面 原廠爆炸櫃外面還可以修 還有第二個就是 我要想說以後那個特斯拉 它保護十年 啊請問一下 超過十年的特斯拉怎麼辦 還有人要買嗎 要不然就是要很便宜 我不知道還沒遇到 我就等著看十年之後 特斯拉會怎樣 好啦 欸車也看得差不多了 我們現在接下來就是先 跟院長把手續看一下 啊順便參觀一下 我們也難得有機會參觀牙醫啊 對不對 欸這又符合 啊再第二個再第二個 再來 我們認真說 人家這台車 先與其不論轉單有錢或錢 對不對 今天林院長 他這個原價賣我 那我們 能回饋他什麼 這幫大家介紹一下 我不是講的 我們要上去喝牛肉湯 有的沒有的 對不對 我們的客戶 總是要回饋人家一下嘛 好不好那我們去參觀一下 然後 我們也要寫一下手續啊 我看這個一定 好啦 我們先不要第十號 不然我們 我做一個實驗阿呆 我不要講話 接下來 我們有十秒鐘的時間 我都不講話 不要說我們第十人家或什麼 我都不講話喔 然後你就拍我等一下做的動作 就好了 好不好 走 走 先約 小石哥你這台是打算自用對不對 我想體驗看看說 它實際上用起來的方便性 到底怎麼樣 第二個是我想說應該充電地方會變多 我有發覺到說其實很多想要賺充電的這個 這個這塊餅是業者 對其實他們已經很積極的在佈局而已 可是我後來想到一件事情 但是這一年裡面到時候電動車大家都一直交車陸續交車 你的車也變多了 不是只有站變多而已 你說充電要等沒關係 但是 我不要再多餘等的時間 排隊一個等 充電一個等 哇那個真的很 後來我想到一個那個 這也有好處 沒電啦老婆我出去充電了 不管幾點你都可以出去充電 不知道是去幫人家充電還是放車充電 我特地準備 林醫師這個原價賣給我們 實在是不好意思 這個也是有去搶對不對 對也是有付出勞力案APP 手速要快啊 所以我們這個特地準備一個紅包 這個我們開城不公 這個16000發 一路發好不好 我們都一路發為國之一 謝謝小四哥 林院長 謝謝小四哥 我也有東西要給小四哥 真的假的 真的 太多了老婆 整箱的 還有等一下 這邊也很有名 燒餅 不是啊這一箱 這也是很有名 張家燒餅 好香的啊 那我先擺旁邊 整箱啦 等一下整箱 車上都是燒餅 哈哈哈哈 風田牙醫有沒有 我們來介紹一下說我們這個設備 它這個設備上面有沒有什麼差別啊 基本上看牙齒就是我們一般的就是整療椅啦 我每次看牙齒我都想一個事情就是這樣子一套這樣的椅子啊 到底會不會很貴啊 它論證很大啊 可能從二三十萬到六七十萬 所以六七十萬已經算是 比較高檔的了 很高檔了 我們這一樓就有三個 對 我們這總共有幾層啊 我們總共兩層 二樓也是 然後我們二樓有五個整療椅 因為我自己牙齒是屬於很爛的那種 有沒有什麼可以跟我們這個觀眾朋友分享一下說 我們要怎麼樣平常可以去做好牙齒的一個保健 我覺得建議一般的民眾其實大概半年就可以洗牙一次 去做個定期檢查三餐飯後一定要記得刷牙 三餐飯後有吃就要刷 對今天就要刷 喔 這樣這麼多的 就是不要每一餐餐間又再吃東西啊 不要什麼下午茶啊又什麼宵夜啊 那當然你的食物停留在牙齒時間更久 就比較容易會有蛀牙 唾液有關係嗎 有的病人會有口肝症 就是他都沒有口水 那種病人的確也比較容易會有蛀牙 口水對我們人體其實口腔也是蠻重要的部分 就是抽菸跟喝酒跟吃檳榔 聽說都是傷牙齒 那他有一個傷牙齒的排名嗎 比較嗎 我覺得吃檳榔啊 吃檳榔其實很容易 是最傷 容易臉頰會有什麼口腔癌啦 紅斑啊白斑 對 其實比較容易怕會有些口腔的病變 對 抽菸的話有時候有一些病人會做手術 那個手術如果有抽菸的病人啊 我們會跟病人講術後盡量不要抽菸 因為抽菸會影響到傷口的癒合 對所以這樣比較起來 我覺得喝酒可能比較其次啦 聽說我們的診所是它是聯盟還是 我們診所是在高雄區算聯盟 在高雄 有三間分院 一個是在美術館那邊 美術館 名城路 一個是在我們這邊 鳥松區的本館路 一個在漢省巨蛋附近 不過他這個診間明亮 還蠻寬敞的 對也寬敞蠻舒服的 欸 療修真的很豪華耶 現在這就是剛剛講說 我們上面還有五台的診療 這根本就是醫院在哪兒診所 還有蠻大的落地窗 所以其實看診之間 其實你還可以看窗外的景 沒有 大部分都躺著看不到 看不到 這個我內行的 我跟牙醫師很熟 謝謝李醫師 好 謝謝 下去看看他又準備了什麼東西 要給我們 哇很棒 這環境真的超舒服 一個小朋友的 欸太多了 我們慢慢消化好了 這個回去我們到時候再想看什麼辦法 順便我們也幫這個豐田亞醫診所宣傳一下 每次來高雄就是人情味滿滿的 其他先是加油吧 好不好 那今天謝謝林醫師 那我們就這個時間差不多 等一下就要開始上班忙碌而已 好啦好啦 那我們就出發啦 謝謝醫師 謝謝謝謝小師哥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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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掰掰 fists… 差不多 救客戇阿 阿大約340km嘛 阿前面壹拍什麼開開關關就 Comade的 我安慰了 我老輝啊 fibre用品我真的驚 它油門其實重耶 它油門不是新的油門耶 跟我想像不一樣耶 我覺得啦 我不知道它是故意的啦 我猜啦好不好 它其實油門踩下去 不讓你覺得踏板很輕 然後很衝 因為這樣開就會像高爾夫球車 我本來很期待你知道嗎 我想說我今天一開 我就啊 高爾夫球車 大台高爾夫球車 沒有耶 踩踏感上面是比較重的 不是那種一踩就 不是那種感覺啦 它的速度是給你穩定上升的 我看到這個喔 很多人有這麼多肉的 做細細的感覺這麼多肉的 啊 不要啦 不要講一下 不要講太多 而且我覺得我不知道我現在是要開去哪裡呢 330幾呢 不容我們再浪費下去 現在330 因為我們剛剛看了 這邊到台北大概是350幾公里嘛 所以是高於這個數字的 照帳面數字我們是到不了的啦 我到不了就 沒有啊就看 等一下查 查看哪裡有充電到 我們沒有那個啦 開到條家叫脫掉車這樣喔 Time is money 湯姆就是瑪莉 我不要 我還在那邊等脫掉車 我又開錢 我差點錢 知道它開不到就好了嘛 看看時間差不多了 欸好 開充電了 哈哈哈哈 我們就找好不好 看看彎耶 欸如果開開 欸好像可以喔 可以拼一下 對那就拼一下對不對 好不好不要一買就有里程焦慮嘛 我們剛出發的時候呢 阿呆的Google Map說 我們有354公里 那時候我們的表是大概330 所以差了354 330 差了24公里 14公里 那我們現在已經開到 這 谷坑 喔谷坑雲林 我們開到這邊呢 阿呆你那邊剩多少 我這邊剩234 234 我們這邊229 所以差5公里 5公里 剛一度有差到2公里 所以代表說 那個業務講的沒錯 它就是會浮動的 跟我們想像的不一樣啦 我們本來想說像 比如說特斯拉好了 假設它充滿電420 然後 它一定會更少嘛 那你自己就知道說 欸那我現在要 今天的行程這樣走 用不用的玩 好你就可以有一個 預計嘛 那它現在用這種浮動的方式 我自己是覺得 比較難預測啦 因為它會浮動啊 有時候多有時候少 對有時候多有時候少 而且它浮動蠻多 有時候會拉近 有時候會拉遠 很像你去那個海產攤有沒有 實駕 哇 你就有不確定感啦 這個就有一點難計算 你要開這個車 開成老司機 你才有辦法 知道說 那一定OK的啦 之類的 萬一啦 你開久了 又遇到電池老化的時候 你可能會越來越難抓 然後剛剛 不是都沿路都有 這個一陣一陣的下雨 我現在用跟車嘛 有兩次我們都遇到 它完全沒煞車 就是直接黏到前面屁股 你看喔 現在要去撞特斯拉 你看喔 現在跟車失效了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 我要解釋了 我要解釋了 好恐怖喔 跟車失效啦 啊 萬無你哇 啊 啊 跟車有時候 可能是雨啊 或是什麼 太大了 或是有水花啊 影響到雷射偵測 它就 擺放在裡面 哈哈 這太恐怖 它剛剛又要去撞特斯拉了 啊 電動車 撞電動車會怎樣 燒得更起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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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得更好 原廠人家都跟你講 跟車就是輔助嘛 你還是得要眼睛注視權吧 我看到新聞 有人開跟車在睡覺 我覺得那個也是 很有勇氣 真的眼睛還是要看 因為很危險 尤其下雨天 你像 我朋友說 它開奧迪那個系統 雨大到一個程度 它直接 連跟車都不給你用 它就跟你講說 稀後不允許 你使用這個 快撞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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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沒踩煞車 有沒有 它沒踩煞車 我要踩了 看 喔 它剛剛一直加速 沒有辦法停 還來了 可是沒有雨 沒有雨 有啦 它有煞 怎麼可能跟到這樣才煞 我的距離不是這樣 我的距離是 現在這樣才是正常的距離 雨停了 剛剛那是沒有雨的 對啊 我腳現在放在煞車 我覺得很可怕 我腳放在煞車 你看一直衝 兩格沒那麼近吧 沒那麼近吧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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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設的兩格一直都不是那麼近 對不對 然後它在Key笑 它有時候跟進 然後又煞 忽然偵測到又煞車 然後又跟進 然後又煞車 又跟進又煞車 它現在又自己拉遠了 它現在又自己拉遠了 你看 這才是正確的距離 對啊 你看我跟車兩格的距離 現在106公里 我跟車設120 現在才一百零幾 所以代表它原本的距離 正常應該是像現在這樣 又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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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又衝了 對不對 又衝了 快撞到了 我踩了 你踩 它沒怎樣 前面也沒有踩煞車 也沒怎樣 可是我們那一天 我們那時候開 你記不記得我們開暴力壓回來一次下雨 整路都沒有這種狀況 那天雨其實也蠻大的 可是也沒有誤判啊 一次都沒有 因為有一定 我們就發現啊 為什麼這台就有 系統不一樣嗎 系統不一樣喔 暴力壓沒有車道插進來的圖案 也沒有限速判別啊 喔喔喔喔 對不對 系統應該不一樣吧 好啦 我們要沿路再往台北去 好嗎 待會我們就到店裡再做結尾了 剛剛上路是電滿的嗎 對 對啊 剛剛是滿的 滿電的 我一定是特地交代說交車一定要幫忙 我看那個也是有啊 對 看影響也是有 的確我們電池的那個藍色的那個電量條 我們交車的時候它是滿的沒錯 可是那個時候滿的它只有顯示330 電池是滿的 可是剩餘里程數是330 也不是600多 所以我搞不清楚那個600多到底怎麼測 怎麼來 官方說600 現在讓我300多都緊張得要死 我300多公里開不到 你626再怎麼打折 350開不到 這樣XX用查了嗎 626我從高雄到台北 350幾 竟然讓我有里程焦慮 雖然我沒有焦慮啦 現在多少了 它這個導航好像它是可以 你剛剛有把充電樁打開嗎 對不對 對 這邊 對啊 可是問題是我沿路看起來高速公眾周邊 我都沒有看到雙電站 欸它變黃燈了耶 電池變黃色的 欸 欸 欸 跳出來了耶 好喔 那你跟我講附近哪裡有 找不到結果 找不到結果 欸 欸怎麼辦 它已經附了動力 電池變量變低了 你那邊剩39 我這邊剩32K 欸 我這邊37 37 我這邊31了 它那個 它的電皮本來藍色也變成黃色的 所以它現在一隻應該是我們隨時都會掛掉喔 剩30了耶 要不要再往右靠一道啊 再往右靠一道 好問題啊 我 欸 我怎麼追上你啊 我現在30耶 35 你還是35喔 對啊 追不到喔 沒辦法啊 感覺真的沒辦法 29了耶 喔 還B問那立服比較少了耶 哈哈哈哈 欸 還有28有什麼好剉賽的啦 算了還有28 我們距離公司還有34啊 我的意思是說 再怎麼樣我們都下了交流道啊 是看我們要在哪一個交流道下而已嗎 欸 也是啊 只是怕下去還是沒有充電站 沒關係 至少我們下去了啦 下去拖掉比較便宜 在高速公路上拖掉比較貴啊 所以我們還有機會 下到平面 找個位置挺好 哈哈哈哈 等拖掉車 甚至搞不好 旁邊有7M買飲料也OK 理想的狀況是這樣 只要它 不要忽然給我死掉就好了 它不要說欸28一下跳到0 那28我們還有時間應變啊 有人叫我們去TOYOTA充電 順便問一下為什麼只有300而已 啊因為我們沒開回充啊 他們的600是 要一直擋殺 一直擋殺 一直擋殺 才可以開到600 應該是這樣啦 所以我們 欸我們剛剛有拍啊 我們是 我們沿路其實都沒有按這個 我們一直到關西那邊才發現 在觀眾提醒我們 對 觀眾提醒我們才發現這個是動能回充 打擋旋鈕旁邊有個踩踏板的 和鈕 有 這個 這個嗎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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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啦 有了捏 好難開喔 這個回充滿大力的 變好難開喔 靠北 有充了捏 這個會不舒服喔 對 變得不舒服 你放油門以後他會把你整個咬出來 就是感覺你放油門嘛 就被煞車那種感覺 有點擋煞的概念 對 他就把你擋煞 走不舒服 人會前後方 而且你是放開你有踩煞車嗎 沒有 放開沒有踩煞車 那他也太大力了吧 很大力啊 我沒有踩煞車 感覺好像有人在踩煞煞車 對啊 人家時速掉很快耶 給你們看一下喔 左邊藍色的圈圈藍色就是 充電 充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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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電沒有踩煞車吧 沒踩煞車嗎 對 你看他時速掉很快耶 沒踩煞車 他從100掉到85 可是 我有發現一件事啊 你看現在下火對不對 嗯 我油門一直含著 我不充電啊 對 我一定要放開油門他才會充電啊 有沒有 我放開油門 你看我一加油 充他就不充了 我為了要跟上前面的車 我現在加油 他就不充了 所以我要充電 我勢必要放開油門啊 要全放 對我一定要全放啊 不然不充電啊 好 所以我只好這樣開開開開開開開 開到106107塊110 好 放開充電 充電 好 不低於限速 好我們再接著踩煞煞 呵呵呵 我跟他八七耶 喔 可是問題來了 你動能回充真的很不舒服 所以他如果我們出發就用動能回充應該是到的了 但是 這整個那個 乘坐體驗就很不舒服 欸不過我認真講 如果我們剛剛一出發就開 按這個的話應該是到的了 應該是到的了 對應該是到的了 認真講應該是到的了 我跟你講北部TOYOTA那麼多啦 中油交流道下去也有TOYOTA 新店安坑交流道下去也有TOYOTA 所以幾乎北部的每個交流道都有TOYOTA 只是有沒有得充而已啊 看TOYOTA沒有 可能要查一下哪個所有 哈哈哈哈 欸快點線上的朋友快點幫我查 哪一個TOYOTA是有充電的 呵呵呵幫我查一下 呵呵我們現在無助 呵呵呵 呃 拼個頭啊 拼 我就說到北部就招輸贏了 安坑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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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說的 好啊那就安坑所有 好啦我嚇了啦 我嚇了 我嚇一個 我們如果在平面試 就可以試到他們一點了 不然我們下次拍片在平面試有沒有 因為高速公路太危險了 對啊高速公路 我覺得又下雨又塞車 在上面吊架塞雨有點 不好出 任務失敗了 對 挑戰失敗了 挑戰失敗了 高雄台北挑戰失敗 欸到了到了 車沒電可以充電吧 沒電充電 對 嗯 現在剩15公里 好像還沒有那個充電樁欸 他差家用電 家用電可以啊 有嗎有AC的嗎 AC喔 我們限電段還沒有規劃出一個充電的位置 所以沒辦法充 對啊 喔漂亮喔 哈哈哈哈 漂亮喔 好喔 好喔謝謝喔 好我們再研究一下 看一下怎麼辦 哈哈哈哈 那有特殊的那個嗎 充電樁嗎 我在展街有看到一隻特別不一樣的啦 我不曉得那個是特殊 這你們的車 你怎麼會摸 借我回轉一下可以吧 好啊 謝謝喔 我就剩15公里我來到TOYOTA了 啊就沒辦法充啊 好那我們先走吧 公有停車場 我在想 我翻看那邊哪裡 公有停車場 你看他一台就停兩格 喔我這樣我也充不到啊 他給人家停在 媽的 明明就有兩格 因為他車也大台啦 剛剛我們緊急剩下不到20公里 然後開去TOYOTA 按坑 他說他們沒有這個東西可以充 連叉叉頭都沒有 我就指好緊急 剛好我家這個安坑這邊 全聯樓上這個有一個公有停車場有兩個位置 好開心喔 然後一路開上來 結果媽的一台特斯拉Model S 他的輪子都停在這裡來了 一個是車位很小啦 好啊第二個他確實是什麼 他為了要他屁股進去嘛 他為了要駕駛座人下車 他把駕駛座空出一個可以下車的位置 就到這裡來了 插著喔他人就跑了 我來的時候他已經是這個狀況 結果我們沒辦法充 所以我們就剛剛問那個管理員 他說他叫警察來 我說不用不用不用我們先停旁邊 然後我跟阿呆去尿個尿 然後再回來他就走了 然後我們就車頭進來插 可是這個位置真的很小 你看那個插著以後 隔壁也很難再停一台耶 對啊這位置是真的 畫蠻小的 對啊這真的蠻小的 剛剛剩11公里看可以充到 我們只要充到50 我們就回得到家了吧 會不會30分鐘充不到50啊 我就怕啊 好像充不到耶 9小時才充300耶 那這樣除起來 你要50的話要除以6 要一個多小時才可能有50 我們回不了家囉 這裡到公司10多遠啊 21公里 在家原本還剩了一點點夠啦 所以我們30就充了 可以吧2130OK啦 好30就充了 好好那我們現在就開獎了好不好 看看充多少了 我們回家要21公里嘛 開喔 開獎 幹27 我剛說我們回家多少 21 好啦夠啦 可以啦 再加一點動能回充應該夠了 決定 確定啊 好啊那我拍過 欸可是其實我們的電池還是黃色的 他還是一直叫我快充電耶 OK吧撐得了吧 我不知道啊 螢幕有顯示你就會緊張嘛 大家都說踩到底了啦 踩到底了啦 真的客氣 喔2322 欸欸欸 不對不太對 哈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踩到底 我剛一踩 掉兩公里耶 而且我沒有踩很深啊 我才稍微 油門踏板多了 0.5公分而已 沒有啦都公司16啦 好啊那就上來就那邊去啦 最後一頂路 陪我最後一頂路 我是會死啊 哈哈哈哈 進公司了 耶 10公里剩下10公里 耶 回來了 經過了一個晚上 充了40% 喔不是啦 呵呵呵 昨天下班發兩個王八蛋 把電給我關掉 呵呵呵 早上來才又打開了 好所以這個我們在 密集的測試一下 抓緊時間 我們再拍個開箱 下次見 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欸這花百六萬 你怎麼不想支持一下 好 欸沒有那麼多 一百六可以花了 暴力壓還在 不要開玩笑了好不好 兩孩三百多萬 我不瘦了了 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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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量衝起來 訂起來訂起來 分享起來 下次見拜拜 請我 맛 超司哥你幾年吃 可以幫我もう一點問一下 六十七檯 好 還差四個 還好還好 還算同溫啦 四歲的還算同溫 像這個炸 欸我要炸幾個 20啊真的20 炸20塊 當初要不是沒發生那件事 我孩子也那麼大的 懷孕跟蘿蔔爛掉跟什麼 牙齒爛掉是不是 有什麼一樣的地方阿大你知道嗎 都是打太慢了 太晚爬了 你看我們還說到一個跟牙齒有關係的笑話怎樣 學起來了 歐計方向盤 唯一有溫度的改裝品